新闻有特别谈到 张国伟已经独得140亿的遗产了 那已经独得140亿 为什么还在出手呢 这一次出手要告的是老大和老传 为什么要告老大跟老臣呢 为的是海外啊 海外还有个金库啊 所以来问一下律师 第一回合打了胜仗我们就不用讲了 第一回合讲的是那个遗嘱到底是真是假等等 所以第一回合打了胜仗之后 张国伟已经独得了140亿的遗产了 现在打的是海外金库了 是 那个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前面的这个遗嘱的无效 其实是他们张国伟已经被他拖了八年半 那其实好不容易我们看到说遗嘱有效 可是这遗嘱有效虽然有效 遗嘱执行人还是这四位 老臣吗 老臣 这四位老臣 顾命大臣 对对对 那这四位顾命大臣 从张荣发在做遗嘱的时候 他们是在场的见证人 也是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可是张荣发这么信任他们 把他命名为顾命大臣 在他们张荣发先生去世之后 那这四位马上 罔顾了这个张荣发先生的信任 那变成来指定张国伟先生 来担任这个 那个主持人所说的 ESI这个海外金库的负责人 等会我们带着讲海外金库 那这场仗好不好打 怎么打 有没有机会打赢 不过刚刚特别谈到了顾命大臣 分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柯立青 还有戴景权 刘孟芬 以及吴介远 所以这一次出手要打的是老臣跟老大 那为什么是有老大呢 是因为现在是他在管吗 目前这个EIS的这一家 海外的公司 是由这个 当时候觉得由这四位遗嘱执行人 把老大指定为他们的 这个常任的总裁 所以变成他打的就变成打老大 那也打这四位顾命大臣 因为透过这个老大指定 他做EIS的顾命大臣 他才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资产 巧妙的做一些挪动 好 那现在第二回合的这场仗 律师你怎么看好不好打 第二回合这场仗 因为第一回合已经搞了八年 第二回合这场仗 我们认为说为什么张伟先生 在日前围请了律师 来解任这四位遗嘱执行人 那也来请求法院来改定 这个遗嘱执行人 我想是要从这边开始 因为如果遗嘱执行人 是维持原来这四位的话 实际上看起来因为这四位 感觉是遗嘱不执行人 而且他们是更改 这个遗嘱的意志 所以其实如果 不先把他们换掉的话 我想张伟先生在后续 取得遗产上面 仍然会遇到相当多的阻碍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控股 目前的EIS之家公司 目前的股权 分别是张荣发20% 那这个没有疑虑 一定就是应该给K董 对不对 张国伟了嘛 那么张国华也占了20% 张国明也占了20% 张国正也占20% 那换句话也就是说 现在的K董已经掌握了40% 他只要再掌握任何一位兄弟的20% 就60%了 超过半数了 是 就会取得控制权 没错 那如果取得控制权 是不是所有的海外金库的钱 就可以查清楚啊 因为目前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在之前那时候张文发先生 过世的时候 四位一组执行人 指派这个老大张国华 作为他们的 现在目前的这个常任的总裁 那导致现在名义上面看起来 还是张国华先生在控制这个公司 那相关EIS这个金库里面 到底有什么财产 其实就只有张国华 还有之前这个柯立青是知道的 所以现在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这个金库到底有多少钱 是 其他的兄弟他们其实拒绝 那张国华不能查账吗 没有办法查账 他们拒绝把这些相关的 他是大股东耶 股东所以他们其实 我想张国华先生 为什么觉得这么的委屈 也是一路以来 其实这些资讯是不透明的 那他也没有办法去窒息说 这个EIS到底有哪些的资产 他可不可以看财报 总可以吧 据我所知是 他们也不交出财报 那这没道理了 对 因为我是大股东 我连看财报都不行 是是是 那张国华先生也有说嘛 他其实在之前取得了一笔 那他发函给他 跟公司说 哎呦 财报拿来我看一下不行吗 有他们其实发了很多纯真信函 听说连送打收收 他都拒收 不收啊 对不收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程序上的阻扰 所以他们其实策略上 我想对张国华先生而言 他其实就是阻扰阻扰 那只要让你 就是要拖死他 把时间拉长 那拉长战线 其实就变成 他可以中间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陈吕你看这一场 赢面大不大 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遗嘱确认有效之后 张国华先生的赢面是非常大的 只是中间 这些过程中 其实他需要 先把这些遗嘱执行人换掉 遗嘱执行人换掉的话 四位顾名大 先换掉 是的 因为如果换掉的话 能够确实的依法 来执行 这些东西浮上台面之后 我想对张国华先生 来取得这些资产 就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 来 创新 其实我觉得就是张荣发 所托非人 为什么 真的 是张国华自己讲的 张国华说 他爸爸说 本来要交棒给你 他说如果以后有问题 去找什么 找柯立青 去找立青 他亲口跟张国华说的 结果现在变成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就卡了什么 官司打赢对不对 可是呢 他是怎么样 国内的资产不分配 海外的资产也不分配 所以张国华说 不是 那官司打赢了 到底能不能拿到钱 有没有拿到钱 那140到底有没有拿到 目前都没有拿到 因为他们在 所以是合夸贏就对了 合夸 他现在判决确定了 那个张国华先生 有去找这些遗嘱执行人 那他们有去找他们的律师 开会 那开会的时候 不是 要一直贏 怎么没办法拿 他贏 就像说 有人欠我钱 我打官贏 问题他就没行 我还是要去执行 就变成后续还有一个执行问题 现在那140一块钱都还没拿到 都没拿到 一毛钱都没拿到 没有 这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张国华说 我要跟张国华要钱 可是张国华四个说怎么样 你要打包处理 重点就是这样 海外跟国内要打包处理 才能分配 那他觉得很简单 他扣着海外的东西不给你看 所以国内的资产也不能拿 那张国华更生气 他说 你连过去几年什么 长龙不是赚很多钱 发很多鼓励 对不对 是是是 他说这个不算遗产 也不能分配 现在张国华这样说 所以说这个都要打到底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遗嘱执行人 这个东西要先换掉 如果换掉的话 对张国华比较有利 不然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来来来 憲哥 请几天呦 我现在在演讲 只要讲到资产移转 就很多人就问这个案例 他已经是教科书案例了 对变成一个案例 因为你认为他是 那理论上来讲 如果以刑法来讲 要请问这个律师 那他背信 他这明明就是背信 不能直接把他 顾名大使 他有没有刑法的问题 这个部分其实除了 这个民事上 他们违背他们赛予犯的注意 就像憲哥说的 其实这个部分 他们也设犯了刑法背信 因为他明显的去违反 张宫发先生的遗嘱的意志 跟内容 那这个部分其实 严重高度的去 有设犯这个背信罪的嫌疑 这个事情跟我们说 对 如果是财产很多 最好是先处理才好 对 他什么处理 我跟你说 你玩的时候就冠心处理 对 要不然用 挣的也要挣到怀疑 怀疑公正 你不要相信 不要一个人 张三理事都不会相信 请不吝点赞